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做一下SIGMA PRO 我们客户要求的一个范围 那他希望他投稿到Juno的paper 就是在这边我们有一个平均数的一条线 然后上下有一个标准差 或是标准物的LBAR 然后这边有三组 然后他希望这边还能够显示一个PVALUE 秀一个这个 OK,那我们先来看一下SIGMA PRO 怎么去做这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资料就是有三组 那有123 那我们希望到时候秀出来是PVS LPS 这个8G,16G 然后他的第一组的资料是这样 第二组的资料,第三组的资料 那我们这资料当然是虚拟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建立一个 这一个叫做Multi-LBAR 那我们在这边就会看出来 我们叫Multi-LBAR 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Multi-LBAR 先建立好这个 我们做一个Dock Density Dock Density是怎么做呢 是在这个Toolbox里面 Dock Density这边 然后OK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合起来 把这个Multi-LBAR跟Dock Density 合起来 然后开始去调它的粗膝大小 那我们这边就把它调的大概差不多了 调的差不多了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一个 这一个PVAR这个再加进去 那我们现在开启一个新的 来开始做这件事 这个东西 New 一个 Grad Page 那也就在这里 那首先呢 我们必须先用Dock Density 因为Dock Density 这个比较难做 然后再去把Multi-LBAR加进来 Dock Density 请大家先按一下 OK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资料是从2到4 那我们记住 我们Orientation是要选Vertical 然后行为主要左右才会对策 然后我们需要这个一个Mint Line 这边出现 要把它出现一个Mint Line 就是 然后这个Grad Density 是自定的 一个图形 然后这个Size 我们先用自动 那不行等一下我们再调 我们先把它按OK OK 那现在这个就出现了 那我们开始去调 那我们这一个 在我们目前是不需要 那我们先把它按 那首先呢 我们开始 把这些文字先打上去 容易处理的先处理 希望它的字型是18 或22次之类的 OK 把这个打进去 BWP OK 那这个有了 我们这个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我们这个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我们的Symbol 我们大概只要5就好了 5就好了 5就好了 这四个 它都希望黑 粗一点 那我们用1mm也可以 试看看 1mm好了 OK 这个也是 然后这个小小 碰出来 这个 我们可以用这个 我们在1.5 这边 可以看得到 这个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用这边 1.5的 这样大概 那这个字呢 所以我们用18的 我们用18的 我们用18的 OK 好 那我们记住 我们 我们的 Xtitle 我们不想用123 那没关系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Xtitle 这边 我们看Major Level 我们这边就选123 我们是再放在第五个 那这边 那这边 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 这个 这个 这一个人 希望我们寻找的角度 呢 就大概是 45 45 OK 那这样子 我们把它存一下 那大概的初始的样子 已经跑出来了 另外我们这边 还要再加一个MG 所以我们这边的Title 所以我们这边的Title 点C OK 打完了 那大概这样 已经差不多 那我们再加 在下 我们要加一个图 再把它存入 再加一个MatiPro Lbar 好 我们就按这个 好 我们记住在 在Sigmar Pro 这里面 A Pro 我们在Scouter 这边 OK 我们就有一个MatiLbar 那我们记住 我们是因为 资料是从这个 234直接取出来 所以我们是取用Color 那我们用标准 我们如果是用标准物 2 Standard L 这边可以让你选 标准差 我们两个都用标准差 好 那你就按下一步 那 因为我们是X 没有任Y的 我们这个一定要 比较好控制 所以我们X 是1 然后Y1 Y2 Y3 那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做我们这个调整的工作 好 好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面一共有三个图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第一个图 就是那个Main Line的这个 第二个图就是那些Dock OK OK 那我们第三个图 我们开始要做一些粗条 微条 我们首先在Data Form 这边稍微打开一下 Symbol 然后这里面 我们Symbol 因为它有一个黑点 我们不然看一下 这黑点 在我们Paper 需要 是不要的 所以这边要把它Nine 那黑点就不见了 那接下来就开始要调这个粗细了 那这边Nine 这边 如果你调这个Solid 这个是连线用的 那有一些Paper是需要这样子 我们不需要 我们就在这边把它取纳 那这属于在Data Nine 那在Alobar 这边我们也是很多学问要做的 那比如说 我的CAP 就是这个上面的狠 我需要大 那多大 那弄到最大 就是这样 那我们希望它粗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1.7 2.7 这个粗信大概是这么去决定的 OK 那再过来我们就开始要去做一件事 那这件事就是这个PValue 这一个把它抓进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Value 这事实上 我们这个金融把它复制了 那记住 这个东西也是用你这边去慢慢去打的 是人工去打的 这个有点小 没关系 那我们把它搞大一点 把它引到一个适当的问题 那个做法大概就是这么做 那所以这一个DOP Pro这边是用我们具体做成的 然后Mati Alobar内建 至于这一部分呢 那就纯粹是人工来做的 全节科技 谢谢您再见